大麻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尘巴基表示 雪兰澳州政府将交通系统项目合约 授予青年和体育部长杨巧庄丈夫公司仪式并不违法 阿尘巴基解释说 依据现行法律 只要某人从政府单位获得的合约或利益 没有涉及直接关系单位 这并不算犯罪 他进一步说明杨巧庄的丈夫从雪州政府获得了合同 而他本人是青年和体育部长 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合同是由雪州政府所颁发的 而非青体育部 如果是青体育部所授予的合同 那就另当别论 据了解雪州政府在未进行公开招标的情况下 将巴胜谷电照客户车系统合约颁发给两家公司 其中之一便是亚洲移动科技私人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员 正是杨巧双的丈夫拉曼·詹德兰 这一决定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质疑 有人更快职位雪州政府 如果已经进行公开招标 那为什么授予一位和内阁部长有密切关系的公司这个项目 并质疑该公司是否在招标的过程中享受特殊待遇 对此亚洲移动科技私人有限公司发声明猛批相关指控是毫无根据且大有恶意的 该公司发文告指出 该公司之所以是货为巴胜谷电照客户车计划的公司之一 除了是为了避免垄断的局面 同时也是因为两家公司是我国至今能提供高度专业化的服务 回过去年雪州政府曾收到两家公司的意向书 表示愿意参与巴胜谷电照客户车试点项目 最终这两家公司被授予项目任命书 负责在雪州提供第一英里和最后一英里的公共交通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